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美术馆是在广东佛山市的顺德区 现在成为了一个新地标和新的打卡景点 自驾来的话应该是最方便的 如果从高铁的广州南站过来 打车大概20分钟左右的路程 和美术馆还没开业的时候 就已经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其中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有 日本殿堂级设计师安藤忠雄的设计加持 他最为人熟知的风格就是清水混凝土 比较知名的作品有日本地中美术馆 光之教会 水之教会等等 水之教会还因为曾经出现在梁静茹的MV 变成了很多人现在去北海道要打卡的景点 美术馆的户外花园这里就放置了一个隐藏作品 来自美国当代艺术家洛克西潘创作的Ballist 也是他的代表系列树状体 在亚洲范围内第一次亮相的大型装置 和美术馆目前实行门票预约制 当然提前在他们的微信公号里面买票 就等于成功预约了 美术馆是不能够带自拍杆 三脚架或者大型相机进去的 背包也不例外 可以寄存在行李柜里面 开始参观之前 别忘了拿一本导览册 有助于你更好的了解作品 总级美术馆迎面而来的就是 安藤忠雄熟悉的清水混凝土 这次安藤忠雄设计的和美术馆 主要是以圆为概念 环绕着中庭的是双螺旋的水泥楼梯 呼应着和美术馆周而复始的圆形构成 而这里也是最多人拍照打卡的地方 安藤忠雄说 希望建筑整体 呈现出圆形与方形的结合 传承中国古建筑天原地方的设计理念 而据官方的资料 和美术馆所在的广东顺德 位于北回归县附近 在下至前后的正午 这里的太阳直射角度 会跟地面平面形成近似90度角 在一个特殊的时间 美术馆中庭正上方的圆形进光口 将会仪式般的垂直点亮 五层高的双螺旋楼梯 而随着太阳方位的变化 阳光在空气中会呈现湿一般的漫步 这次和美术馆的启动展叫做世间风物 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展吧 第一个展厅首先看到的是 日本艺术家明和晃平的像素细胞露 记得曾经在赖湖内国际艺术记 也看过他的作品 他用透明的球体覆盖了物体的表面 转化为一种光的外壳 就像一组像素 安尼斯·卡普尔的闪光 作品中的各种蓝色融合在一起 也把颜色辐射到我们 和艺术品之间的视觉空间中 艺术家陈文记希望天蓝色叶这个作品 让观众在凝视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一种起伏所牵动的杰作变化 或者影响呼吸或者带动思考 这三副作品来自于一个 不等边三角形基础上 延展出的几个类型图像形态 他希望表达生活 并非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凭自身的感觉来截取其中的某一段 作为衡量 比较的一把尺子 也算是一种个人收获 而冯峰的《鸭兔》是一个系列作品 艺术创作持续了二十多年 他一直希望能够把整体决定部分 这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转化成视觉的表达 确实 凡是如果只看局部的话 你也说不好是鸭子还是兔子了 艺术家李景胡则希望用东莞制造业加工业的各种五金饰品 去反映当地年轻工人之间那种短暂的爱情 孙悦的作品《飞飞》是由两个相邻并且相似的对应空间组成的 作品分别由岩石标本切片 地质岩石 画石样本收纳柜 严心勘探标本 遗迹化石等部分组成 试图用一种真实而非虚拟的互动方式 把观众带入作品当中 并成为艺术作品完成过程中的一部分 刘伟的新作命名为大自然 以常用的洋铁皮 铝合金和玻璃缸等材料 表达着寂寞事物之间的孤寂感 再看一下路西亚布鲁的空气立方体 精心描绘了时间的痕迹 几何图形的符号指向了空间的凉度 而《空中之物》这个作品 艺术家童坤鸟希望表达一切看似平衡 其实包含着危险 在追寻平衡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任由它在空气里玩耍 很快来到了展厅3 艺术家李克利·提拉瓦尼的新作 展示了他近期对于陶瓷这种媒介的接触 并持续了他对参与式舞台和社会关系的长期探索 所谓是在广州处处奉承 身处顺德 展览自然也有以饮食为主题的人间食堂的部分 宋东菜谱是艺术家宋东带有个人印记的私人菜谱 这是一个带有集体记忆的菜谱 但同时又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菜谱 菜不是为了吃 还可以启发思考探究人生 艺术群宴是一个由飞气门窗和镜面组成的 只有一张桌子的餐厅 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 让这个艺术宴席成为了群体盛宴 易于全厨的台面和家具 都是由随机获得的旧家具改造而成的 也是艺术家成长环境里面 胡同大杂院中各家厨房的缩影 观众分布在美术馆各楼层的展厅 所以观展的体验还是相当好的 不会碰到太多人的情况 可以悠悠闲闲地慢慢逛 在美术馆的顶层还有展览的剧场部分 主要展出了馆藏关于戏剧表演和绘画的艺术书籍 还有大量的人物绘画 不要忘了服务台的背后还有两个重磅作品 出生于瑞士的艺术家乌哥·罗迪娜打造的《十点钟的太阳》 还有定义的《时事》 他用符号元素加和成号来创作 试图寻找一种永恒的图像价值 在和美术馆看完展还有一个实体彩蛋 说的就是美术馆的Arabica咖啡店 还记得当初在京都排长长队伍等的一杯 现在这家网红咖啡店 似乎已经是一线城市的打卡标配了 也可见美术馆的号召力 记得一定要在户外喝咖啡 顺便欣赏一下美术馆的夹岸花园 很可惜当天的天气不够好 不然在美术馆晒太阳才是正经事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和美术馆这里 朝圣安藤忠雄的设计 与艺术来一次邂逅 当然了 在这里拍照打卡凹造型 也一定会让你赢得很多的点赞的 我是猫五郎 我们下次见啦